不远处,顾仲生他看着大黑牛,似乎已经想到大黑牛不愿追击的原因了。 行进见,确认青光老祖等人已经逃走,这时候大黑牛才如遭雷击,浑身一抖,扑斥一声吐出一口血液,那血液中竟然还混杂着一些细碎的冰晶。 看着冒冷气的血液,顾仲生脸色凝重道。 你的玄冥冰毒更严重了,大黑牛气息瞬间萎靡下去,远没有之前出场那般威武,他苦笑道。 这玄冥冰毒无论如何也治不好,已经伴随我十几年了,若非上次你帮我压制了一下,只怕前两年我便死了。 顾仲生微染道。 放心,我这次来摩云山也正是为了看望看望你。 大黑牛惨然一笑。 恐怕没用了,没有一伙,这玄冥冰毒是无法治愈的。 顾仲生沉默,他的确没有一伙这种东西,大黑牛看着奄奄一息的顾仲生。 算了,咱们先走吧。 顾仲生和大黑牛消失之后,碧雪妖蛇看向四周,也很害怕那清光老祖会再次杀回来。 若是那老东西再杀回来,自己可就没保护伞了。 不管了,先追上去,至少那大黑牛能够保护我。 想到这里,碧雪妖蛇追着大黑牛与顾仲生消失的方向追去。 只是所有人都消失,之前战斗的地方才恢复宁静。 唯一留下痕迹的就是满地的血迹与狼藉的现场。 也正是这时,一道人影鬼鬼祟祟地出现在此。 正是之前被震慑逃走的清光老祖。 他左看右看, 古怪,那头六阶魔兽竟然没有选择追杀我。 他若是想杀我,就是手到勤来啊。 这件事越想越奇怪,不对劲啊。 清光老祖看着四周,来回躲步。 能够杀我却不杀我, 只有一个解释, 他目前的力量杀不了我。 换个说法, 他的力量因为某些原因无法施展出来。 想到这里, 清光老祖又燃起希望。 那六阶魔兽, 应该将碧血妖蛇以及那小子带走了? 我得跟上去看看。 说吧, 清光老祖朝着山顶方向掠去, 不过因为伤势严重, 速度并不快。 不多时, 清光老祖忽然瞧见地面上有一滩血迹, 他眉头一皱, 蹲下查看。 这是…… 血液中混杂着一些尚未融化的冰渣。 这血液的味道不是碧血妖蛇的, 也不像是人类的血液。 难道是那个六剑魔兽的, 他果然无法施展力量。 想到这里, 清光老祖更加兴奋。 哼, 先找个地方恢复伤势, 然后杀杀山顶, 你们一个也跑不掉。 说完之后, 清光老祖便消失在原地。 密林中, 大黑牛带着顾仲生不断急行, 此刻顾仲生已是宾死状态, 若非意志力强大, 此刻早已浑死过去。 大黑牛一脸焦急, 带着顾仲生前往摩云山的西侧方向。 颠簸中, 顾仲生虚弱地问道, 我们去哪儿啊? 大黑牛道, 摩云山西侧, 那里有一处凌池, 你伤势太重了, 必须依靠凌池才靠稳住。 顾仲生喘着气, 视线逐渐模糊, 大黑牛不断提醒, 让他振作一些。 如此急行半炙箱事件, 前方的地势开始变化, 那里有一个山丘, 四周有着更加浓郁的雾气。 当大黑牛来到此处时, 山丘下立马响起一阵脚步声, 然后一头浑身长满冰刺的冰榔跑了出来, 他正要咆哮惩罚来番者, 可瞧见大黑牛后, 翘起的尾巴一向子淹了下去。 滚开。 大黑牛简单的两个字, 那冰狼瞬间让开, 同时, 大黑牛说道, 护法, 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。 冰狼乌咽了一声, 表示了解。 如此, 大黑牛才带着顾仲生, 登上山丘。 原来在山丘的顶部, 有一个巨大的凹槽, 里面有一口形状不规则的池子, 其中装满了乳白色的池水, 这池水散发着精纯的斗气波动, 一看便知, 定是有稀有的好宝贝。 看着池子, 顾仲生虚弱道, 这是, 将顾仲生从肩膀上放下来, 大黑牛解释道, 这是我平时用来压制玄冥寒毒的地方, 那些外泻的寒毒都汇入了池水中, 而我的斗气也随着寒毒汇入了池水中。 不过你放心, 这灵池有压制寒毒之功效, 寒毒汇入其中后便会被稀释直至消失。 因此, 池水只会极寒极冷, 你并不会感染寒毒, 而且因为寒毒携带我的斗气, 灵池中的斗气非常浓郁, 很适合你用来疗伤的。 顾仲生点点头, 那的确感觉到灵池之中有着十分恐怖的斗气波动, 大黑牛看着顾仲生, 你要小心, 因为其中啊, 斗气太过浓郁, 你若是控制不好, 极有可能因为斗气过剩而出现自暴的现象。 这灵池对于你来说, 既是造化, 也是灾难, 全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 顾仲生凝重地再次点头, 这时候大黑牛问道, 准备好了吗? 顾仲生恩了一声, 大黑牛轻柔一推, 顾仲生整个人进入灵池中, 盘坐状态下, 唯有肩膀与头颅露出水面, 这时候, 一股极致的冰寒, 刺痛着顾仲生的身体, 它就好像寒冬腊月洗冷水草一般, 全身止不住地颤抖, 快运转斗气, 吸收凝齿的力量。 大黑牛在一旁叮嘱, 顾仲生立马运转斗气, 然后身体如同一个五体洞一般, 池水中磅礴的斗气, 不要命地涌向顾仲生的身体。 当吐气入体的瞬间, 那种刺骨的冰寒终于是逐渐消退, 同时顾仲生的伤势被斗气一遍遍地冲刷, 不断地好转, 被夜晚与三人重伤过的地方都在快速地愈合, 这种速度非常可观, 不仅是伤势, 还有顾仲生的境界, 经历了一场生死大战, 对于境界提升本就十分有益, 加上此刻凌迟地不断入体, 顾仲生的境界在疯狂堆积于提升, 大黑牛在一旁紧紧盯着, 生怕顾仲生会出什么意外, 就这样, 一个时辰悄然而过, 这段时间内, 碧穴妖蛇也追了过来, 不过在大黑牛面前, 他也不敢说话, 只能默默呆着, 一边疗伤一边等待。 一个时辰后, 顾仲生的脸色好转了不少, 身上的伤口已经差不多愈合, 留下一道道血迦凝结, 同时顾仲生的境界波动也来到了巅峰, 他几乎已经来到了一星斗灵巅峰了。 这小子要借此突破了。 一旁的大黑牛, 狐疑地看着顾仲生。 就在大黑牛紧紧注视之时, 灵池中忽然发出一声门响, 然后一个巨大的水泡, 从水下猫了上来。 下时间, 整个灵池开始沸腾起来, 一股股精纯的斗气, 肉眼可见地汇入顾仲生的体内。 直至整个灵池都下降一个水位的时候, 顾仲生的身体再次传来一声门响。 灵池水面忽然爆炸, 池水冲天而起, 然后不断降落。 同时, 顾仲生的气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强横, 他彻底从一星斗灵巅峰, 迈入了二星斗灵。 突破了。 大黑牛一脸欣喜, 看着顾仲生, 可很快, 大黑牛发现事情不对劲了。 一般来说, 突破之后, 应该立刻停止斗气吸收, 然后稳固境界, 感受全新的力量才对。 可现在的顾仲生, 完全没有醒来的征兆, 他就好像入魔了一般, 挨在贪婪地吸收灵池中的斗气。 该死。 大黑牛嘀骂一声, 他最害怕的事情出现了, 顾仲生走火入魔了, 确切地说, 不是走火入魔, 而是因为某些原因, 突破之后, 对身体失去了控制。 因此, 身体会本能地吸收这灵池中磅礴的斗气。 这样做的结果, 只有一个, 那就是因为斗气过剩, 暴体而亡。 顾仲生的眉毛和发烧上, 全是凝结的冰霜, 这与灵池中的玄冥寒毒脱不了干系。 大黑牛又急又怒。 灵池虽能稀释寒毒, 但肯定有残余, 这些寒毒便是引导顾仲生走火入魔的原因。 唉, 怎么办? 大黑牛既然之前救了顾仲生, 并肯定要救他。 不说别的, 他需要顾仲生帮他解决玄冥寒毒这个问题, 毕竟, 几年前顾仲生便帮他压制过寒毒。 他一走火入魔, 需要一股更强的力量来叫醒他, 一股更加狂暴的力量。 大黑牛鸣思苦想, 然后忽然自言自语道, 四周没有更狂暴的力量了, 看样子只能如此了。 大黑牛是六界魔兽, 而且来历神秘, 他相信这个方法应该能唤醒顾仲生, 但他本就已经病入膏肓, 若是使用此法, 只会让自己雪上加霜, 甚至陷入长时间的昏迷中。 就在大黑牛犹豫不决之时, 那顾仲生忽然惨叫一声, 他的身体在快速地膨胀, 顶多半炙香时间, 必死无疑。 唉, 罢了罢了, 若非你之前替我压制寒毒, 我早已陨落。 玄冥寒毒没有一伙根本无几, 那就最后帮你一把, 大黑牛任命了一把, 立马运转斗气, 逼出自己的异地惊血。 当惊血出体的瞬间, 大黑牛立马摇摇欲坠。 看着那晶莹剔透, 蕴含强大血脉的惊血, 大黑牛忍痛将其滴入灵池之中。 强行陷入了异地惊血, 大黑牛眼前的一切逐渐地模糊, 他的意识开始混沌, 这就好像一颗树谷临寻的老人, 战战巍巍地去献血一般, 大黑牛连脚步都站不稳, 双眼一番, 一下子瘫倒在地, 再无任何意识。 昏迷前, 大黑牛微弱地声音传来, 后面的碧血腰舌健壮, 急忙上前, 却又不敢打扰顾众生, 只能自己先召看大黑牛。 同时, 在那一滴惊血进入灵池的瞬间, 立马化作一股强横且狂暴的力量, 将乳白色的灵池染得通红, 也就是这一刻, 顾众生那疯狂且无法停止的吸收, 逐渐地放缓下来, 他的身体不再继续吸收斗气, 同时眉间与发烧的冰霜不断地融化, 伤口处被一层层厚厚的血痂包裹, 除此之外, 这股力量也冲刷着他的身体, 顾众生的身体强度, 依靠这一滴惊血, 再次提高了一个层次。 众所周知, 魔术的惊血对于人类来说, 便是提高身体强度的大补药, 更何况是一头六阶魔术的惊血, 顾众生贪婪地吸收着这滴惊血, 直至惊血完全入体, 膨胀的身体, 入眼可见地变回原样。 按照此刻的身体强度, 即便是站着不动, 硬扛一个二星斗铃的权力一击, 也不会出现什么伤势。 也是这时, 顾众生身上的血痂, 咔咔地破裂, 脱落, 然后顾众生缓缓清醒过来, 轻吐出一口白气, 勿然开眼。 二星斗铃, 顾众生的境界提升到了二星斗铃, 他的力量, 速度, 精神力等等, 迎来了一个全面的加强。 此刻若是再次遇上夜晚雨三人, 顾众生有把握一对三, 将那三人全部击杀。 顾众生欣喜地感受着全新的力量, 这一次因祸得福, 境界突破, 身体强度还迎来了巨大的增强。 长舒一口气, 顾众生转眼便瞧见倒在灵池旁的大黑牛。 大黑牛, 顾众生立马跃出水面, 看向碧血腰蛇, 急破倒, 他怎么了? 碧血腰蛇将之前大黑牛为了救顾众生, 顶着玄冥寒毒, 献出一滴惊血的事情, 简略说了一遍。 顾众生听完后, 又是焦急又是自责。 他总算是知道, 自己境界突破的原因, 原来是大黑牛牺牲自己的一滴惊血换来的。 怪不得, 自己的血液中掺杂了一份狂暴的能量, 一种深深的负罪感, 营绕在顾众生的心头。 若非因为自己, 大黑牛不会出现如此危机。 该死该死, 怎么会这样? 顾众生情绪迎来极大的波动, 他将大黑牛扶他坐起, 然后拼了命地输送斗气在他的体内, 想要为他稳住伤势。 可无论顾众生如何输送, 大黑牛就是不见好转。 见输送斗气没有作用, 顾众生强行压下心中的急迫, 然后理智分析。 如今大黑牛的玄冥寒毒, 已经深入骨髓, 必须用一伙为其取杵, 否则恐怕撑不了多久。 现在没有一伙, 找一缕高级收获, 应该也可以短暂压制, 虽然无法跟除, 可至少能够缓解他的症状, 救他一命。 但黑牛奄奄一息, 时间紧迫, 顾众生不敢耽搁。 摩云山不是有一头独角金燕虎吗? 他在何处? 碧雪妖蛇想了一下, 点头道, 摩云山难测, 但他是一头六阶魔兽, 堪比斗黄强者, 你要去抢他的肉活, 你疯了。 我管他是几件, 带我去找他, 碧雪妖蛇一愣。 顾众生重复了一次, 眼神极为吓人, 带我去找他, 碧雪妖蛇从未见过如此狠的眼神。 好。 顾众生将大黑牛放在灵池中, 借助灵池, 暂时可以稳定他的状况, 然后顾众生起身便准备走。 临走之际, 深深地看了一眼大黑牛, 小声道, 无论如何, 我一定会救你。 有仇臂豹是顾众生的风格, 有恩臂豹也是。